哈喽大家好,我是Dilu Kat 今天要来介绍Dilu最近在看的台湾原创小说 陆璇老师的特殊传说系列 特殊传说最初出版时间是在2007年 直到2012年由盖亚文化重新出版 至今仍在持续更新连载当中 目前一共29册 已经是那种可以说当初的粉丝都长大了的老IP了 那特殊传说是在讲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开头剧情大纲是运气超衰的主角 主名样,小名样样 误打误撞进入了艺能者们就读的学校 Atlantis学校就读 其学校的位置是在不被普通人知晓的另外一个异世界当中 这个异世界充满其他异能者、魔法 还有各种脱离常理的事情 与一堆会造成校内学生超高死亡率的突发状况 例如,学校入口就开在...火车头 上个学还得要追火车 因为学校有八成东西是活的 校规其中一条是不能抬头看校门口的大钟 不然钟就会掉下来把学生砸死 原因是大钟很喜欢被人看 所以只要有人抬头看他 他就会很兴奋的跳下来希望你再看近一点 走进学校后还要追着教室跑 因为教室也是活的 如果去学校里的图书馆赶借书不还 就会被图书馆里的数给用死 以为在这学校趁头放学就没事了吗? 放学后还有一踏入才发现 里面能直接看到内脏 极度毁坏童年的猫咪公车等着你 样样就这样在这一世界学园里 展开各种处处是惊奇与惊吓的一世界学园生活 在又哭又笑的学园生活之中 展开成长并肯定自我的旅程 除了看角色间缓缓成长的热血过程 与处处是惊奇的世界之外 还有一个个人很喜欢的看点 就是角色间可爱的互动关系了 常出现在主角身边的学生们有 可爱到给我疗愈感的凤凰族少女迷克亚 小明喵喵 一看到她都仿佛看到一道治愈的光 还有正经八百的活动图书馆 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她变吵架王的时候 以及对饭团有执着的莱恩史凯尔 遮在眼前的头发一掀开 直接让我翻发不认人 还有能让身体部分兽化的兽王族 希瑞罗耶伊亚 但我都喜欢叫她五色鸡头下趴最下趴 她的特性上是喜欢四处找人背头的麻烦制造者 有时行为会让情况从糟糕变成难以理解 例如看到谁好像很强就冲去找人背头 打不过就直接落跑 还会手电去碰一堆一看就不该碰的东西 例如在商店街看到逃跑的 就手键把人家抓回来塞给主角 但看她把状况弄混乱也是有趣的地方 我都吃着爆米花期待她搞点事出来 以及亚里斯学院的水妖精三兄弟 温柔稳重的大哥伊多 有着一张扑克脸的亚多 以及铜尾导弹搞事仔的雷多可爱超可爱 一样是我会吃着爆米花期待她搞点事出来的角色 虽然伙伴们平时都闹哄哄的 因为生活环境与价值观的不同 也会有许多让样样不解之处 但都非常的可靠 最后是最早与样样接触的 冰岩学长 她是在样样上学第一天 就带领着样样了解异世界的学长 学长有着一头长发与脚好的外貌 且在异世界是人人敬畏三分的最高阶级 黑袍 但学长对样样从初见面开始就凶巴巴的 对样样啊 巴头 踩人 把人到天球扔出去都是家常便饭 基本上一天到晚都能看到学长在打样打样打样 在剧情中 有像各一门学院间互相较进的大型运动会叫 大竞技赛 在比赛进行时样样目睹了自己的朋友 把另一个学院的学生直接撕成两半 即使明白一世界的医疗法术发达 学生就算伤得多重都能复活 并不会死亡 但这也让她留下了不少的冲击 她无法明白为何这边的人能将这种血腥的杀戮 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即便能复活 这么做也太过头了 就在样样感到不安时 学长注意到了 并拍着她的肩告诉她 迟早有天 你会懂得怎么判断这些事情 在那之前 我们都会站在你这边 此时样样才安心了下来 学长也扮演着让男主成长的导师的角色 会刻意将原本自己能处理来的突发状况 扔给男主处理 虽然在男主眼里就像 有恶鬼笑着故意扔出难题给他 但他也有感受到 学长是希望他成长 在样样有所突破时 学长也会从那张扑克脸 展露出极为少见的微笑 感到欣慰 那个盛世美颜真的超少看到的 学长对于对这一世界 一无所知的样样 等于是手把手的带 虽然学长表面凶巴巴的 但看得出来真的很照顾男主 可以说是典型的 刀子嘴豆腐心啊 啊 看了我也好想要有个会照顾人的学长哦 迪雾对于特殊传说 比较有印象的是 高中时同学间的讨论 那时候书局的架子上 有各种连载的轻小说 但当时迪雾的零用钱太少 买不起连载小说 所以现在才开始追特殊传说 现在想车梁一搜才发现 很多想买的同人本都挺瘦了 2020年举办特殊传说纪念展 隔年有主题咖啡厅 也有许多相关同人创作 但这些活动与联动 到现在想参加都太迟了 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但 有些事情还没有相见恨晚 因为 特殊传说将与 GameStar一世界极道传说 展开联动咯 样样和伙伴们 在商店街逛街时 打开了神秘店铺贩售的水晶球 水晶球发出的能量 将大家都卷入了时空裂缝 穿越到了GameStar一世界极道传说中 主角丘仁所在的世界 丘仁的世界 因时空裂缝出现了幻境怪物 且这些怪物居然吸收了鬼族的怨念 于是大伙们和丘仁 一同踏上合作驱散幻境怪物的旅程 大家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下载GameStar一世界极道传说 在游戏里面与角色们相遇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